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餐酒館的老闆林鴻維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鮮果輕食的業者賴高威 賴先生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人李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健身房的業者Annie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財經專家超馬巴勒 大家好 這個因為疫情也兩年多了 老實講 我覺得很多人很辛苦 那不過疫情已經走到尾聲了 可是很多人倒下去了 那有些人是挺過來了 不過不管是倒下去或挺過來 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付出 非常慘重的代價 很辛苦的 那甚至於有人說氣力只散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鮮果輕食業者還有Annie 還有洪偉來這個 談談他們這一段時間的心聲 不過那個心聲 我想有一些是真的滿悲慘的 那可是對我們人生可能有一些啟發 那這個高衛兄他開的是 鮮果輕食 老實說 我聽到鮮果輕食 如果覺得你一間賣 賣就關起來這樣而已對不對 鬧什麼對不對 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創業 我是兩千零一十四年創業的 在台中 在七夕 超副路那邊創業的 之前是在做股票投資 做房地產 做電子工程師 想說比較人生比較自由 想說做一點實業 就因為我自己也會寫程式 所以我股票已經自動操作 已經寫完了 想說每天看完盤就沒事了 剛好我也 我也去跑馬拉松 我也都是去鍛鍊自己的身體 想說有一次我爸開刀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現在股票怎麼不錯 你股票有貪到嗎 那時候 我專門做空的 你專門做空 我做齊全了 我就做齊全了 不容易 我比較不做多 因為空了 不用花時間去看 只要空的時間很短 很快 多慢如鐘 空急如風 就直接下來就比較快 但是就是 有貪嗎 重點是有貪嗎 有啊 我都是用小錢去玩就可以 因為你做齊全 所以他是財務槓桿 對 它槓桿比例的話 因為那股票都要一比一 融資融捐的話可能一賠二嘛 一比二嘛 槓桿比例的話 一賠一百喔 齊全是一賠一百 去年五月十一號那次就是 賣方的地獄啊 買方的天堂 那你怎麼選擇堆櫥 沒有 因為我做買方 我用小錢去做 就是買普特嘛 是 但是有賺 但是有賺 都有啦 因為就 最多一次賺多少錢 像五月十一號 其實那天在忙 要不然其實一天 從一萬八可以賺到 兩三千萬 兩三千萬 一天 三天 三天 有聽到嗎 一百倍啊 這是什麼世界啊 一百倍啊 他的世界怎麼跟我 我的世界不一樣啊 有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兩三千萬喔 對 三天 三天 說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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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賺不到兩三千萬 但是那個心臟要 二十年 二十年 我說二十年 因為桿桿比例不一樣 那心臟承受壓力會不一樣 這個心臟要很大顆 你要買 只能 你買那個只能當作買樂透 每種就是桂林 桂町高 類似這種的 是... OK 那做過金融業 也賣過房地產 是啦 是啊 之前在 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在七集那邊在國安 我當然是做一些投資客 就是買一些紅單 預售物 就是在國安路跟玉門路那邊 其實他現在那時候買得滿便宜的 對...那時候二零一四年 二零零八 零八年 二零一一的話全部拋售完了 零八就金融風暴的時候 對 那時候賺低價 對 那邊也剛剛起來了 我們都有挑到 還不錯 對...那後來怎麼會轉賣 青石水果 因為我爸剛好去開刀 因為我比較... 時間比較自由 我都帶個NB 就...就被撞股票了 就...比較自由 然後我就去照顧我爸 就開刀 那...看完刀的時候 親戚朋友都會送紅包 早日康復 水果 我爸要吃水果的時候 我不會切 我完全不會切 你不會切水果 我完全不會 有外汗嗎 可以說嗎 我會切到什麼程度 我完全不會 真的假的 因為媽媽在切的 是出嘴巴就好了 他自己也喜歡吃水果 就只吃香蕉 這種的 對 你跟某一種... 你跟某一種動物差不多 不客氣 不客氣 然後我以為香蕉是沒有皮的 都變成這樣 爸爸想要吃貴劑 對... 那你不會切水果 所以你去買 我就是去找 因為他是找 奇怪 台灣是水果王國 這些水果我都不會切了 我算會下廚的人 但是我都不會切 我懶得切 不會切 這個... 這行業沒有人要做嗎 所以我就... 而且我是執行派的 我就是... 那是五月 意思就是說你爸爸住院 你爸爸想吃水果 那你去買 去醫院附近 買現切的水果 但買不到 就是人家會送水果 就親戚朋友會送水果 你一直過來 你不會切 人家都送過季來 你不會切 我不會切 我這樣子想到商機喔 想是一回事 我是直接執行 那時候我爸開完道是五月底 我七月中就開店了 找我店 這個執行力很強 我就...因為我想到嘛 反正... 該去做就去做嘛 想去做就直接找... 然後那台中的七期嘛 就是最精華的地方 自創品牌 自創產品 當然都不懂 就是做什麼 要像什麼的 早上就去找事 看看水果 吃水果 切水果 然後從零開始 當一張白紙開始 這樣會比較好 對 開始去找這個水果的貨源 對...早上... 你都沒了嗎 我早就沒了 OK 然後要開始切過季 對 要做店 菜單 制服 公司行號設立什麼都自己來 OK 那... 七期有什麼你選七期 因為在七期我在想說 我竟然要打我不想要在 偏僻的地方打 要花個十年啊 二十年 把你自己品牌做起來 我乾脆說勇敢一點 要是真的做不起來 就...就瘦掉嘛 那乾脆在七期那邊 竟然要站這... 知名度要把它站出來 所以我在七期那邊 因為七期的人 我先去分析 現在都小家庭嘛 都三個到四個 雙心家庭 一個小孩 兩個小孩這樣子 所以通常是外食組 所以七期當然是 以台中來講 它是收入比較高的 所以他們有財富自由 可能也比較時間 就花在別的地方 比較沒有時間去做煮飯 然後切水果這些問題 還有... 有這麼多人也希望健康一點 對啊 所以就用便利性嘛 現在便利性... 商機很多都是便利性為主 我們幫它切又新鮮又多樣化的話 這種商機是否可行 那所以你開店 讓他們買嗎 對 一開始也都是店面嘛 都是在那邊就是要... 吸金就是要店面嘛 再來就是主動出擊 不可能等客人 怎麼主動出擊 大概四十坪去給他們吃啊 去管委會啊 物業啊 什麼樣講啊 他們物業的話都是 都是扣管理費的嘛 管理費會幾坪換成幾個點數 可以用在公社啊 下午茶啊 或是買一些東西吃的東西 或是做游泳啊 什麼什麼也要對的 哦 所以七期的大樓的管委會 你都可以拜訪 對... 開拓 對... 好 那做得怎麼樣 等一下繼續請教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高位呢 他就去台中七期 這個有錢人住的地方 那這個每一棟大樓 開始去拓展 對 拓展後怎麼樣 不錯啊 因為扣點數的大家都會 變成養成習慣 扣點數他的... 一個月的點數就是要用掉 沒用掉就是沒有 就作廢了 對... 所以下個月還是要找關聯費 換多少點數 你就去用 然後去用 他們會有下午茶 或晚上他們就拿了就走了 之後就是自己就去拓展 那有需要宴會的時候 就客人來的時候 要泡個茶 打打麻將 喝個酒 大家都需要水果 都需要 而且我又多樣化 等一下可以嘗一下我的水果 你有帶來嗎 對... 這個... 恭喜這位來賓就算四相 對... 來又炸甘農耶 對... OK 那點數一個月是多少 看你的坪數 你今天... 譬如說以台中的我還講說 一坪的話都是一百塊 一個月一百塊到一百五十塊左右 有一點像管理費 對 管理費 那是你的點數可以用 所以一個月一百五十點 譬如說... 對 你一百五十坪的話 一坪... 一坪... 如果我... 因為大家都大坪數嘛 對... 那一百坪就是到一萬塊 對...一萬塊 那你車位的話 有車位管理費 這樣 所以... 那就可以用 所以我這一萬塊 我就是你每天送水果 我把它吃完 點數就滿了 扣一點啦 對...這樣扣一點這樣子 對... 你要喝個下午茶 吃個蛋糕也是扣個一點 或者這個紅茶的話扣個一點 對啊 所以現在人都又懶得切水果 你剛好現成了又看起來又好吃 又多樣果 而且多樣 對 那你最多的時候這樣幾家店 我最多的話十二家店 十二家耶 對啊 一個中央工廠 一個中央工廠 中央廚房喔 對 後來連中央工廠都出來了 切水果 不是還在說切水果嗎 學切水果 那請教這樣 這樣租金要多少錢 因為都有跟一些百分之七成的店 都是跟... 都是在科技廠 都是跟統一合作 其實他們是抽入營收的 其實算下來的話 租金也差不多 十二家也差不多在 一百多吧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那你請多少人 我最多的時候有八十個 八十個員工 一個月也要幾百萬的 接近兩百 要兩百萬 然後租金一百多 對啊 就三百 三四百萬 對啊 那你開這個還要稅金啊 對 水電啊 勞健保 還有管銷費用嘛 進貨 管銷費用啊 還有車啊 運輸啊 冷鏈供應啊 我有冷鏈供應 冷鏈供應啊 特別貴了 冷鏈貴了 一國的成本在多少 五百才可以買嗎 不是 不用 不用 對 但是就是你自己的營收要高啦 因為我們滿保利的 我們滿保利的 但是想說我 現在因為有一個我現在叫馬斯克 他的目的不是為了錢 那就是為了造福人類嘛 我想說 其實我也不是為了錢 馬先生你好 不是 很克服人類 對啊 因為我覺得 要崇高的理想 就是 因為一來我可以照顧農民嘛 二來我可以照顧員工嘛 三來我可以照顧 我們的科手的身體健康嘛 台灣又是水果王國 不應該 因為水果真的比較難做 因為他都實體重 不是像茶 咖啡 一小包都會泡一大堆 我們都實體重 那你除了這個七起的 大樓的客員之外 聽說你還拓展其他的業務客員 對啊 就是之前 有入客的時候 因為我在二零一四年開嘛 有入客的時候 其實我旁邊都是很多的飯店 大飯店那種的 所以當然入客蠻多的 游覽車一車一車來 我想說台灣是水果 自動跟導遊跟司機去接洽 你可以在一個套裝行程裡面 加一個我們的 台灣的水果只要花你一百五十塊 你就可以吃到七種水果 對 這個有吸引力 因為中國的觀光客來一定很好奇嘛 對 我想說一百五十塊真的不多嘛 又可以吃到七樣 對 所以他們都是到台中的時候 下一站就是日月潭 所以早上六點就要出發 對 所以他們一輪車就去我那邊 一車差不多三十八個四十個 你就把它套到你今天要訂的 你就多少多少個 我一樣是賣我的價格 你賣一百五 沒有 我用賣我自己價格 那其他給導遊跟司機去 他價給他們 對 我會招呼做我的這樣子 一到五的話可能都會有到 五到六台車 五六日的話 就是差不多有到十台車 就幾百人客了 就是三四百 四五百 OK 那你說你本來不可以 切鍵機嘛 對 做這些東西後可以切嗎 還滿可以的 沒種水果 而且你要去研究怎麼樣切 對 因為訂單需要大 就有時候真的要削很快 就是可能七秒就一顆水果 就削皮 七秒削什麼水果 蘋果 一顆蘋果 你削下來只要七秒鐘 對 你也不要炒肚子 今天沒猜 沒... 你沒有... 沒有炒蘋果 沒會嚇一下 表現一下降伏一下 也有些切到全部食指都板機子 很可憐 也不會啦 就是做什麼 自己就去享受它吧 做成像什麼 聽說你有接到大單 有啊 有動輒幾千份的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 幾千... 幾千份的 其實我有員工啊什麼在做都其實 就是比較累而已 但是都覺得 呃... 就是要準時給人家嘛 就傷到籌信嘛 你就是要做...做商人 你就是要有信用 準時到 啊有一次就是 就是去外送啊 剛好下雨天 啊那次是我 雖然他單不大 但是對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接到大單 去外送 因為那時候員工只有一個 那家店只有一個 那個他六點要下班 我就去外送 我想說他是女生 我就去外送 騎著摩托車 外送車 我們都外送機 每一家店都有外送機車 去外送 外送完 結果一台車 那個從台灣大道 跟黎明路那邊 直接轉過來 我是綠燈 我在等他 那我綠燈走的時候 結果他直接轉過來 直接 殺不住 而且地混滑 直接稍微一直雷出去 對 左邊全傷到 全傷到 雷殘 雷殘 全傷到 也傷到肋骨 我趕快爬起來 趕快回去 然後把衣服 全破了 左邊就全破了 把衣服穿個外套 換個褲子 換個鞋子 鞋子也壞掉了 然後就趕快換一換 接班 因為那天有一百九十八盤 他的盤是兩人盤 就是比較大的 等一下我們看到的是一人盤 比較大的 水果比較多一點 一百九十盤 就一直切 反正就一直切 就剩一個 就一個切 切切切切 你受傷了 對啊 流血 都 今天真的 就衣服穿到 也不想要讓人知道 切 切切切切到一半 差不多十二點多的時候 半夜十二點多 因為我從晚上六點切到 隔一隔天 早上八點 然後到十二點多怎樣 就發燒 就人就開始哄了 發炎 我自己知道 整個嚴重發炎 發炎 但是就是切 又單手 因為這邊肋骨會痛 只要動到 但是這邊也會痛 但是就是一手這樣切 切 一直切 一直慢慢切 切完到八點多切完的時候 因為貨車 冷凍油 冷凍箱 冷凍櫃 那是手排的 單手開手排車去送 單手開車 還好我之前也是將軍駕駛 所以其實就開車 開手排車還滿 還習慣的 所以你駕駛 燒香 浪費 繼續切水果 單手 然後整天沒睡 對 都發燒也發炎 送完的時候 就是我最... 為了準時把水果送到 對 人家信任你 訂了一百 快兩百份 人家信任你 這麼大的單給你 你就是要把它送 你不會臨時叫員工來弄嗎 那時候沒有什麼員工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員工 對 還沒什麼員工 有時候要開員接流嘛 他沒生錢 對 你不會打電話說我臨時 我不要這樣子 沒關係 我想讓你看 不要這樣子吧 不要這樣子吧 因為我覺得這是個人因素 是...來 我們先休息一進廣告 好 其實我覺得在都市裡面的健身 的這個需求越來越多 是... 那Annie就是要開健身房 對不對 也看好這個發展 對 因為一剛開始我們公司 是在做一個健康的產業 然後有吃的 那我們知道健康就是吃跟動嘛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健身房 那其實這家健身房 是我們的第二家健身房 那當時我們就一直在早點 然後早一早之後就開始想說 裝潢之後 過年過後 是我們健身的大月 然後疫情我記得那時候是過年 過年是怎麼大月 就是大家都吃到胖胖了 對... 過年真就是很冷嘛 所以大家都想說 就是待在家 不想要動 然後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很多 然後結果後來就想說 好 那就趕那個過年後 然後就... 但因為有點延遲 所以就早點也早到大概二月份 然後就開始裝修 結果那時候疫情就超級嚴重 就是剛開始就... 對... 風聲鶴唳啊 對 然後就開始裝潢嘛 然後疫情的時候就裝潢 然後我們就去看 然後師父都好辛苦的戴口罩啊 然後在裡面工作啊等等的這樣子 然後每次去看你就覺得 你不知道你的心情是要很愉悅 還是要很悲傷 就是很擔心 你知道嗎 我們看到二月份的時候 如果看到店你裝修 我們都想說 你... 你怎麼想得好嗎 對 你是逼不得已的嗎 這時候好嗎 好入場嗎 都有那種感覺 結果你們已經在做了 我們已經開始就在做了 然後就開始敲敲打打 然後什麼的 然後你又剛開始看到帳上面 就開始你知道健身器材要多少錢 然後你知道光把這些東西敲一敲 然後人力也開始吃緊了 然後就要清這些垃圾 也要多少錢 然後弄一弄 金額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當然就是 潛力水流出去啦 對...然後那一剛開始的時候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終於我們的健身房變好大 然後好漂亮 然後因為我們又很用心就想說 台北也沒有這樣的健身房 然後就仿造國外的那種氛圍啊 什麼就很興奮 可是又很擔心 因為每天看新聞就很恐慌 然後可能很多 就是開始說 疫情多嚴重 妳的健身房幾瓶 一百二十瓶 不小喔 對 然後就裝修用的 女生會喜歡的 然後就有很大的落地窗啊 什麼就好漂亮 然後就很想要分享這喜悅 但同時又覺得 哇 那個心的那種 我就很懂那個心酸的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壓力很大這樣 然後結果就裝... 然後就也有一點延遲 然後就到了五月份 就準備開幕了嘛 那五月份就 開的時候 哇 那開的時候 你就很開心 很多朋友都來啊 然後都恭喜你啊 覺得很快樂啊 什麼什麼 但你知道心裡就是 非常忐忑 因為這個疫情的這個話題 它還是非常 一直很騷得很嚴重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知道 因為那時候五月份 大概美國也開始了 那美國就會有一大堆那種 那種 開始有很多的那種 網路的東西就出來 譬如說 高傳染的風險區是什麼 然後最高的就有健身房啊 電眼院啊 對... 然後就有健身房 然後什麼 然後大家就開始覺得 就現在來健身房很危險 然後你一天到晚接到電話 可能家裡的長輩啊 國外的朋友啊 或什麼就 恭喜你開店 但是你記得 口罩要戴好啊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 你知道每個人也都是 一方面很恭喜你 但一方面也 因為你很擔心 對 那因為其實 這樣裝潢花多少錢 我們整個加器材 因為健身器材 我們也是全部都從國外進啊 等等的 然後那時候進口的運費 也都變很貴啊 所以其實 零零中這種加起來 就大概要三千萬左右 對 才能開一間健身房 五月開幕 對 五月份開幕 然後就帶著很忐忑的心情開幕 但是還是一直自我安慰 覺得說沒關係 我們要樂觀 我們是做這種健康產業的人 然後就要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一剛開始就覺得很興奮 因為其實你要開店之前 你就會有一些同業的評估啊 等等的 那你自己也會 為自己設下一些目標 想說怎麼樣達到目標 你的健身房就可以很順利的 經營下去 那當時就有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說什麼 可能開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就要達到會員數多少啊 結果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根本就是它的可能 十分之一吧 這麼慘啊 對 就是你就會聽到 每個以前做健身產業的人 他們就跟你講說 有啊 我們這一間會員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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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麼樣 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會很有信心 覺得說OK 那我也可以做出這樣的成績 那再不好可能五成有吧 結果沒有 疫情來了 你就是 那我呼籲 我有朋友 這都是非常養生 而且呢 一個禮拜有固定的 比方一三五都會去健身 疫情一爆發 你知道我們電話拿起來 第一個就是說 那是空調 空調那個 交互感染會很嚴重 再來器材 摸了會感染的那個疑慮 毛巾什麼 所以你看像我們這些死老百姓 我們都覺得天啊 千萬不要去 所以難怪你怎麼會招得到 我們只是天啊 不要去而已 他們是天啊 每天要支出那麼多錢 是 很可怕 所以相對的一定沒有會員 對啊 然後就 其實壓力也滿大的 然後其實就像就是 你經營一個事業 其實不只你對你自己 想做的事情要負責任 其實你對你的同事 有多少員工 我們現在整個公司 當時啊 當時也是八十幾個 你們兩個可以交流一下今天 很多耶 就我們整個公司是八十幾個 那健身房都是十幾個人這樣 因為包含健身教練 那其實健身教練 來到你這邊工作 你要對他們負責啊 他們來這邊也是要 逃口飯吃 你要為他們帶學生啊 但就是這麼的難啊 是 對 房租要多少錢 我們新的這家店的房租是 六十萬還要再加稅金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管理費 等等的支出 稅金就營業稅 對 那就是要六十三萬 對 要六十三萬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 對 我們還有另外一家 那另外一家比較小 就大概二十萬 一個月房租八十三萬 對 但是這個僅此於 我的健身房嘛 因為我還有辦公室 中央廚房 倉庫 那其實這加起來 開銷就是非常大 一個月光這個 可能要至少支出一百多萬 對 然後我們員工 也是蠻多的嘛 所以薪資支出也是要兩百多萬 加起來 加起來 可能要四百多萬 對 所以每天眼睛張開就是 然後其他還有其他管銷費用啊 對啊 那你皮膚怎麼還可以這麼好 你怎麼問這個啊 如果我每天都不會睡的啊 怎麼可能春風滿面啊 是 壓力大到不行耶 對啊 那會不會陷入大家討論說 那要不要先收攤 還是說要繼續經營 我覺得有 尤其這個話題最被討論的時候 是去年五月 就我健身房已經在那邊 撐了一年了 然後就到去年五月份 是不是疫情變得非常嚴重 然後就開始有點封城啊等等的 那開始變嚴重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看到那個健身房的人數 直接掉到最低點 就那人數就只有你的員工 就或是你的同事 就沒有客人了 大家都不敢出門了 然後因為我們有蠻大一部分的 收入來源 是團客啊 等等的一些企業的方案啊 這些其實很多外商公司 跟我們配合 那外商公司 那當時美國已經開始限制說 因為健身房是高危險的地方 所以他們有發很多E-mail 告訴他們全世界的同仁 就是說你要盡量避免去這些場所 那所以我們原本的那些 配合的外商公司 也全部都突然喊卡這樣子 對 這個很重要的客權啊 對啊 然後就覺得哇 影響很大 然後就是開始又覺得說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然後因為那時候一剛開始 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並沒有封城就只是開始說 運動要戴口罩 先給你戴個一波人 就運動當然戴口罩 大家就開始取消 不來請假 對 然後到更嚴重的時候 就不能營業嘛 不能營業就等於可能 就是真的收入是零 然後你的你要照顧你的員工嘛 那就真的壓力非常大 那當時就覺得說哇 這個到底要到底要怎麼辦 就你真的不知道 那因為我們有團隊嘛 那團隊有些人就會開始說 那是不是要收起來啊 那是不是要怎麼樣啊 就是會有非常多的聲音 然後可能你自己的家裡的長輩啊 什麼的也都會很擔心嘛 因為每天新聞啊等等的 都會一直播這些東西 但是決定做下去 但是就決定要堅持 可是你堅持下去的時候 我想堅持是一個方向 但是你要有方法 你才能夠堅持下去嘛 那哪些方法 就像健身房的部分其實 因為突然這邊的同事們 員工們都沒有辦法再上班 所以我們有中央廚房 有出貨部 有可能一些文書的 那我們就請他們願意的人 就回來幫忙 那回來幫忙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薪資 幫助他們 那不願意的人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健身房就馬上 用我們現有的場地 我們就把團客變成線上的團客 線上 對 線上可以 線上交客 對 那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 線上起家的品牌 所以其實我們在網路上面的 聲量跟社群的經營 是本來就有一些基礎 就有一個基礎 對 就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基礎 然後有經營出一些粉絲 或是同好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在網路上面說 我們要開始做線上的團客 那當時覺得滿幸運的 因為第一個發出來 這種線上團客的部分 我們就收了大概一千多個會員 那一個月是六百塊 所以其實 六十萬收入來 對 就可以補那個房租 至少心裡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把精檢的東西 都精檢掉 是 對 但是人的部分我們還是堅持就是 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就可以申請什麼補助 就幫助大家申請補助 那妳現在會覺得疫情快過了 妳們的春天快來了嗎 我一直都希望 睡到我已經看到曙光了 我希望春天趕快來 但是我覺得中間 但是等一下 繼續說好不好 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高位的 它的水果盤 這樣結婚多少 現在台中跟台北的價格是不一樣 台中的話是七十塊 台北的話是八十塊 台北比較貴一算 對啊 因為水耳成本比較高 其實不錯 裡面有蓮母 有檸檬 檸檬還有兩種 然後還有 茂骨乾 有芭蠟 有萊子 有甘蠟 有鳳梨 不是 那個不是離子 那是 這桌啊 桌啊 對 桌子 我都叫萊子耶 對 桌子叫萊子 是... 因為現在萊子叫 萊子是... 但是我知道葡萄一定比較貴 進口的 五指葡萄 對啊 因為一粒而已 一粒 它的咖啡 一粒意思意思 好看一下 不要 OK 你做得不好 最高峰的時候 形跡什麼樣 最高峰就十二家店 就想只想說 這個產業是可以做的 然後我想說 因為它有需求量也滿大的 因為現在便利性很高 訂單都很多 就跟我的訂單是真的 滿多 滿雜的 是 這個 其實我覺得高薇 你是真的是 腦筋動得很快的人 而且極佔力 馬上就可以做了 那有貪嗎 最好的時候 我賺的時候 就是再去展店 賺了錢就展店 就表示有賺錢嘛 對 但是我沒有不想 也沒有時間去算那個 因為我比較喜歡 我去我們每家店 我都親自親吻 我都是會去教 因為真的會切跟不會切 還是差很多 品質都會跑掉 所以 你這麼認真 然後整個沒睡 褲子又繼續切 你知道剛剛穩穩看你的表情 就不一樣 對 就是很捨不得 不是 就覺得說 這個男人真的很有戰力 而且很負責任 從這麼小的地方 他都願意堅持到底 代表是一個可以托付的人 是 真的 對 要感情 我看紅衛感情 也是可以托付 我也沒有愛心嗎 哪有一樣 我也也是 真的很佩服 認真 真男人 是 我覺得他有用心 就是說看到大樓 就覺得這有商機 然後如何把它打進去 水果要怎麼去 對沖完全不懂 然後到這麼內行 切成這麼漂亮 然後一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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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機 對不對 聽說你連上市公司 你就打進去了 對 我的科技公司 很多都幾乎 中科 護國神山 古王 面板王 敵人王 這些 講那麼多網 你去公司講出來嗎 第一任王 最可惜的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其實被台積電 零選上 而在新竹那場是最大的 而且是有 他們公司創辦人 張宗某先生的那個大樓 那一棟 為什麼台積電 零選上你感到特別的驕傲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想要進去 都很多大品牌都要進去 那天零選的時候 試菜的時候 其實我感覺我就是陪考的 都是大品牌 或者是知名 講得到星巴克 路易莎 什麼一大堆 大品牌 確實啦 我講實在要被這個 一流的 世界一流的公司看上 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他們對很多品質 都很要求的 對 譬如說 你如果沒錢 他們的員工拉肚子 我講實在他一定不會讓你健全 對 那因為我去過無城市 金圓廠的無城市 那個要求實在太嚴 太嚴格 是 那講到這裡巴勒有沒有什麼感受 其實聽到這邊來講的話 當然其實你說老闆會成功 當然有他的必然的一個條件 我覺得因為我們也是從 都是從金融投資背景出身 他跟我們認識 有些人他們開始創業的時候 是等於譬如說 把北部購錢 去跟文豪購錢 他其實剛開始 就是老闆在說的時候 因為你是先賺了一筆錢 所以說你在開始在做的時候來講的話 我們不敢說你沒有經濟的壓力 但是畢竟你不用去付 所謂的什麼利息的貸款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你再看到很多的商機 你在做的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但聞得到商機的味道 甚至來講你會親自下去做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一個基本的條件 然後到開始做了很多不同的 面向的一些接觸的時候 不過聽著聽著看著看著來講的話 我就會很自然的會有那種 在挑股票的時候 我們在評估基本面的時候 我們會聞到有一點點 我們會注意到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當你的訂單 開始越來越多元化 那尤其是到剛剛不是講到 是說你打到主科 基本上來講 所謂的上市櫃的一些公司來講的話 在中科 對 再在中科 就等於說 中科也有 在這個市場打開之後 是不是等於是你的供貨量 假設原本供貨量 一天假設是一百公斤好了 因為這一個訂單 可能你的供貨量會從一百 可能會變成兩百到三百 你一下子會不會變得 這個訂單會變大 那當然來講會代表是說 你的主要業務 會不會過度集中在這個地方了 了解 等於是三百裡面要兩百里加 其他的雖然也很大 但是這邊會不會突然變很大 了解 這是第一個 那對不起 我再請教一下 那你後來碰到疫情 影響你大不大 碰到疫情 影響到就是其實 對 一四年開始創這個業 對 那二零二零年 對 開始疫情 對 對不對 對 年初的時候 對 一開始是 因為我在台中也有 有些電視在醫院 元寧基督教醫院 童中和醫院也有電 第一個手上其中就是醫院 醫院 管治 對 規定大家都不可以去探病 對 連看病都不行 有些病就不行 對 連探病都是限制 直系消除一個 對 人家也盡量不去 當然 那時候我也想說 竟然員工也要生活 我乾脆就是把 各部門統計一下 多少的遺護人員 你們也不要浪費這段時間 照樣保險 送 每一個 可是送他們吃 送給他們吃 對 我們那時候 童中和醫院也頒個獎狀給我 童總和醫院 童中和在台中 吳七那邊也滿有名的 對 所以我就送他們吃 讓員工也能繼續練 反正你沒生理嘛 對 但是你進肺也要錢 也要給他們多少的薪資 讓他在那邊 能繼續生活下去 因為員工養成到學會 真的也要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 不希望 那他們也滿認真的 到現在也在 是 所以我想說 這些幾個員工很認真怎麼樣 就 繼續讓他們還有工作做 但是受不到錢 還要付出成本 反正我們能替這個社會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想要 遇到這種事情 但是能替這些醫護人員 請他吃個甜的 好 醫院沒有生意 那員工繼續聘僱對不對 對 再來就是 科技廠才開始分流 分流 分流的話就直接影響業績 直接就當了六七成 為什麼分流對你的生意有影響 分流就是 把一般的人分掉 連上班的時間也不會分掉 來這邊來到這個區域 上面都有紅藍線 有導化是藍局線 綠局線 然後分流 你們不能不同 同單位的要分成兩組 或是三組 都不能來這個區域 不能來這邊 所以你這邊的生意 對我一定不好 我們設櫃在裡面的 在科技廠裡面的 你設櫃在科技廠裡面 對 所以 一樣的租金要付什麼什麼要付 那個要付 那個影響有幾層 就是六七成 就直接當 就減少七成的生意 對 六到七成的生意 對啊 但是 就是 電少的話還好啦 一次電很多的時候 一個月都要賣了 差不多二三十萬 一個金錢 因為我另外有個節目 叫政治道人 我是在二零 二零年 我都非常記得 非常清楚 我一月二 大概一月二十三號 開始討論疫情 就專台灣 大家第一個節目是我先討論 我覺得這有問題 因為第一個 我覺得那個國家比較會隱瞞 那我們兩邊很密切 觀光客 投資 商務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可是那時候 我覺得非同小可 我請來賓來 我就問他說 這個大概會影響多久 來賓都說 可能要兩年 我自己都嚇一跳 我認為大概幾個月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想不到要兩年 事實上兩年還沒結束 還沒 對不對 沒錯 那你當時 是怎麼估計這個疫情 對你的影響 遇到這個事情其實 就不知道 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完全不知道 只是說都很恐慌 都是 人位置就是最恐慌的 都有位置都是最恐慌 所以那時候 就會想到 武漢那邊 聽說看電視都會泡 還是在燒屍體 什麼山啊 什麼山 他想說 可能是大陸那邊 他們台灣沒事 可是又傳到美國 換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美國更嚴重 美國的生技 科技 應該都很強 他們都防不住了 然後才知道這嚴重性 這什麼大 傳染力這麼高 是 致死率也高 當然可能跟像西班牙 大流感一樣 但是還是要需要時間去 大家有抗體 我的員工那麼多 最麻煩的就是要口罩 口罩 對...你是老闆嘛 他們要上班嘛 對...每天要 等一下再請教你口罩的事 來 休息一下 好 那所以 那時候也不曉得疫情 影響也這麼重大 那影響到最重大的時候 最慘淡的時候有多慘淡 除了科技業之外 醫院之外 醫院真的是你 就人不能進去 你就沒有客人了 對 再來就是街邊店 街邊店就是像譬如說七旗 或是台北這邊 或是松山機場我也有 真的 因為機場也沒有啦 機場也很少人坐飛機 對啊 所以我機場也有一個點 那都空閃耶 要廟下 對 就是一天都可能一千塊 就做不到 一千塊... 都做不到 一間店做不到一千塊 那他們一定要 還是要員工進去 對啊... 有時候就過年的時候 我都自己也沒有回去過年 就直接在機場那邊 就是要人嘛 我就在那邊度過 那你最慘的時候會... 有掉眼淚嗎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覺得 我是無神論的 我就是 給你這個命運 如果 比如說老天爺給你了 有怪打嘛 你就去打怪嘛 要不然人生就是沒怪打很無聊 你的人生就是要充滿了 去挑戰嘛 一個月要支出幾百萬耶 是啊 所以要收掉 就是要 停損啦 我們我們用股票數據說 你應該停損你還是要... 所有家你後來收到剩幾家 我現在剩下四家 還有一個中央工廠 因為中央工廠不能斷的 因為裡面有五台車嘛 都是冷電供應的車 那八十個員工現在剩幾個 現在二十幾個 所以你之前的五六四個 也都是沒辦法 還被... 還被告啊 怎麼樣 因為檢診啊什麼什麼的 員工有去檢舉 有 我們無奈 我們也無奈啊 檢舉也被罰錢了 那生意變成這樣 那太太的反應是什麼 其實我都不讓 家人知道這些事情 自己... 自己成... 答案起來 太太不知道 都不想要讓他們知道 連家人都不知道 只是覺得我很忙而已 連過年都沒有回去 我說去...我是南投人 我是回去南投捕貨的時候 真的有點像大魚治水一樣 三過家門而不入 對啊 先酸耶 因為說人真的要忙 因為我有時候 在開園節的時候 我一個人要單五個工作 我要採購 要送貨 因為每一家店都要送貨 還有管理 還有行銷 還有業務 聽說你跟太太提離婚 本來是不想講的 因為... 因為會想到比較遠 我現在在撐 撐得了多久 我不知道 因為有還有銀行的負債 很多東西 這些要處理 因為我看到朋友 有曾經在... 這個疫情也是 撐下去 要負債 找到北部 找到... 就是親屬這邊來 想說該做的動作 還是要做一做 老婆也要讓她知道 讓她知道現在狀況 之後可能會面對的狀況 你怕拖累她 是... 那你現在是負債的狀況嗎 是啊 所以有些... 家裡面有些 稅金什麼的都要... 都要這個... 催收嗎 就... 勞健保局 國稅局 銀行 還有很多 車貸就是租住的 車 三年到了 都是要支付 有時候因為 我當然是先想說 要有員工跟水果的供應 我才能活下去 所以這些只能先看 也是要找他們 找時間跟他們妥協 因為我現在也在 台北這邊的話 兩個人做二四小時 也是忙... 先讓自己有一點收入 就是讓她自己去撐下去 那你跟太太 提離婚的時候 太太的反應是什麼 我會告訴她 可能的後果 她也很迷你 因為畢竟都 都在一起那麼久了 她就知道說後面 因為自己做的東西 不要讓別人去承擔 那有小孩嗎 其實我的小孩就是十二個 十二個嘛 就是我把我的店都... 每家店都當作我自己的小孩 OK 那太太後來答應跟你離婚 已經離了 已經離了 盡量不想讓她知道 父母親擔心 因為我就是... 其實... 就是... 自己去承擔 因為有可能到時候 面臨債務了 人家催逃什麼的話 拖累太太 生意變成這樣 你為什麼不想回去做股票呢 我一直都有在做 那就是等機會而已 等機會 因為股票的話 其實我本身就是對金融業就是 都還是有繼續在做 都會去看會去做什麼 只是說 那不是我的興趣 也不是我的目標 我也沒有... 因為人就睡一張床而已 頂多四十三三 我有一天也是吃一餐而已 所以你再多的錢也帶不走 是... 人生的價值才是重要的 難得你有這樣的觀念 那如果有一天 你的事業又起來了 經濟也沒有危機了 你會把太太再娶回來嗎 離婚的話 不代表什麼 主要是感情吧 就直接長子而已 對啊 當然是... 有沒有去... 當然可能又想到馬斯科 他給他老婆兩百萬美金的 讚揚費 我沒有 對 他也是睡常庫啊 會什麼樣 但是他... 我覺得也不是說學他 就是覺得 取不取回來 其實我這個從來沒有去想過 但能有能力的話 給他更好的生活 會是最實際的 那老婆離婚了可以去改嫁嗎 可以啊 對啊 都可以 因為這些事情其實 都是人的... 每個人個人的自由 那你現在疫情快過了 你覺得你能不能撐過去 然後繼續回來 回到全盛時期 這要思考一下 因為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的行為模式 我在這段期間 也感受到行為模式的改變 就是人類消費行為的模式改變 怎麼說 因為他可能會需要 然後我都會買到UberPanda 已經不能群聚 不能送 除非你去特色產廳 為了要一個聚餐 要把人其實都點UberPanda 換句話說 現在大家流行外送了 對 都外送 而且他的那種 增加的速度是快的 變成習慣是快的 就像你上FB早期的時候 那個沒有人要上 結果一個 牽一個 已經習慣了之後 變成習慣性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有型的實體店面 賣水果人家來買 這個會開始退 就是實體店面 你看到直接接邊客 已經會變少 目的性又越少 越都市越明顯 因為你還要這邊停車 下雨天還要找車 為什麼什麼的 太麻煩了 你的交通成本太高 你有過最壞的打算嗎 不會 也不是說不會 就是想說能撐多少 就多少 要是真的不行了 就讓它全部收掉 自己去 就看怎麼樣去處理負債 如果有債務的話 再去處理這樣子 對啊 想說這個產業也是不錯 那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個人力量 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但是要是有企業或什麼 我覺得這個產業 可以做 是可以做的 因為我還有帶一個親子套餐 那個其實都是 我的訂單都滿多的 只是說剛好遇到這個 遇到資金又吃緊 又收掉這麼多家店 這個是高位另外開發的親子套餐 也是我們商品之一 那裡面的這一個內容是這樣 這個是麵包夾著 看起來是牛肉還是豬肉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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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輕實 對 然後還有水果 對 這樣一份賣多少錢 一百二 這樣一百二十塊 對 你為什麼會開發這個 因為 快不上午 其實要把水果當作是菜 這是一個便當 親子的便當 因為現在大家流行 DGIS什麼什麼的 親子 很少人會想說 都要用水果再加上這個 每天都吃 譬如說上班族 這上班 他們每天都吃雞腿便當 拍骨便當 你一個 一個禮拜吃一個 這個就好了 對啊看起來很輕鬆 就讓自己的負擔 比較低一點 自己傷心就會 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講到說 有人做到妻禮止善 原來就是你 就把每家店 當作自己的小孩 有時去收的時候 真心很酸 了解 就是辛苦的裝潢 辛苦的在這邊打過 了解 來 先休息一下 我才請教一下文婉說 聽說潘若迪也很慘 他也是在去年的時候 他在去年我記得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 他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說他終於 因為那個有一段時間 好像有一點點比較好一些 可是他那時候也是過完年回來 他覺得他快不行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 他之前是在亞歷山大 當所謂的 真的超級紅牌的健身教練 跟著他的阿豬 在台下真的微知瘋狂 可是後來我們知道 亞歷山大有一些狀況 所以他後來就出來自己創業了 然後老實講 他有一個死中的追隨者 所以生意也不錯 可是一直到 就我們剛剛提到 很奇怪 鄭大哥說一月底 他的正知道開始 開始做一些 那個這方面的議題 探討了 可是他二月份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感覺 感覺上 好像風雨欲來這樣子 但是應該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過完年之後 他發現人怎麼都沒有回來 然後慢慢的你就發現說 不來的人 打電話過去問 都是問說 都是講說疫情來了 再來家裡有小孩等等 大家其實都盡可能就說 我不要來接觸這個場域 那我跟大家講 他就說他短短從二月到二三四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知道虧多少錢嗎 多少錢 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 因為包括電租 然後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水電 三個月一百五是不是 對 一百五其實很多 每個月要賠五十萬 是 然後你看 他說他後來一度 完全沒有收入 然後最恐怖是什麼 他有個本業 你知道那段時間其實不是 其實是各行各業 包括演藝圈 很多節目其實都沒有錄了 然後他其實走的就也 也不是政論 其實政論戴著口罩照樣上節目 可是很多的綜藝節目 是停錄的 所以他連這一塊也沒有收入了 然後所以你看房貸 他本來有房貸 加上剛剛那個 他的主業的一些這個開銷 他說他真的快要不行了 所以他曾經一度 他如果再沒有這個 就是一個回升的機會 他打算賣房子 然後來再撐撐看 不行的話就只能收掉這樣 那還好後來就是疫情有缺完 就是慢慢的有回過來 可是他說那種感覺 這很恐怖是 本來我這樣講好了 你說掉的速度多快 一下子三分之二不見了 就一下子瞬間 然後很有意思的是 他說其實這段時間 他也是跟Annie一樣 很意外的 怎麼開拓了所謂線上 就是說網路上面的可能 經營得還不錯 大家願意follow他 可能跟著帕老師一起運動什麼的 可是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其實他的太太就看到說 這個狀況不行 每天都在燒錢 就跟他講說 直播大家都在賣海鮮 你來賣個海鮮怎麼樣 就勸他說你可不可以轉眼 他太太說我們來離婚吧 沒有 所以我跟本來 趕快回來 怕戳中他的那個傷心事 沒有 他就說 你現在賣海鮮 叫賣好像很厲害 你要不要這樣轉個業這樣子 渡個寒冬 就他說我才不要 這個不是我的風格 所以這個其實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給 那個帕老師 我們後朋友 跟一個建議我覺得不錯 其實如果說他那種肌肉 你知道那個 帕老師最有名就是他那個 胸肌 那是幾塊 六塊肌 你知道嗎 賣海鮮 你不覺得很好嗎 你可以邊運動有沒有說 沒有 對啊 攝取那個蛋白質有沒有 可以更壯 其實這都是玩笑話 其實這個其實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另外一個是李愛琪 就是唱那個當年的李佳 其實他先生是外籍藝人 他那時候也是來台灣 要扎根 好幾千萬人拿著 然後位置也是台北最好的 東話 南路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 有點複雜的是 當時他有跟做一整棟 他還是複合式的 可以喝咖啡 對 然後有個錄台 然後可以聚會等等 可是問題後來 一個月租金差不多五十萬 他們都沒有會員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已經招不太到 因為這個行業後來 也是很蓬勃 那其實到處都有 可是跟房東這個 就是壓價錢 那中間房東層一度 就有推讓就說 好 那你就給你一個時間 你比方說要招到九十個人 那因為你招不到 那你如果多久之內 兩個月招到的話 那後面你再來補回來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是 後來疫情又來了 他換了地方之後 不得了 前面錢債沒有還 所以現在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房東現在 要對他執行假扣押 扣押 因為兩百多萬沒有還 那這個現在都是律師在處理 只是我要講說 這個疫情讓很多人 原本的計劃全部都打亂 了解 對 好 那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疫情應該是 慢慢地看到曙光了 那可是你又講了一個 但是 對 但是因為疫情其實 來了一段時間了 已經一兩年了嘛 那兩年其實 人們的消費習慣 生活方式 然後對事情 其實已經真正 其實已經兩年三個月 對 已經完全被顛覆跟改善了 人的生活真的改變得非常的多 比方說 比方說因為以前我 常常會帶在健身房 然後我就會看到很多 我們網路上面的一些熟客 粉絲等等的 就非常常來 或是附近的一些朋友 什麼他們就真的是 我們的固定的好客人 然後常常出現的面孔 那現在疫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我們在健身房 也不需戴口罩了 其實你會發現這些面孔 都沒有回來了 真的喔 都沒有回來 對 就是 會不會再過一陣子就回來 我希望 但是目前看起來真的 那個整個消費者的樣貌 已經慢慢都改變了 就是那些好愛運動的人 他們可能在疫情的期間 也另找到別的方式運動 可能在家 或是在什麼的 這個都不一定 但是我有發現 最明顯的是我的常客 以前的常客 好像回來的機率滿低的 這樣子 對 真的喔 那這個宏偉說 你也有朋友 是掌監工廠關掉的 我想剛剛大部分 都是討論到民生的部分 對 那我的朋友是因為他自己 是承接他爸爸的油風公司 所以油風就是一般 我們在機械產業裡面 傳動的部分 或者是你只要有一些 動作的部分 因為他會為了避免金屬油差 他會傷一些金屬油 那潤滑液 那他為了避免讓這個液體 去跑到其他部位 他一定會有一個橡膠圈 就圓形蕭蕭去阻礙這個感染的部分 那因為這樣子的產業 其實在台灣 它是屬於二級的污染的一個產業 因為它必須有排放一些 黑煙的狀況 所以大部分它的工廠 都會往一般的大陸也好 或是中南東洋亞的地區去發展 那因為他們家是做了非常久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必須要去南移 所以他們那時候 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去印度考察 印度 找到印度 因為印度的人力夠多 然後又便宜 那所以他們從二零一八年 去考察的時候 他覺得說印度的人 其實他的素質 英文溝通什麼其實都OK 英語系國家 對 然後他又把 那時候他們還滿認真的 把當地去應聘的一些幹部 來台灣去受訓 很認真 就在台灣開始培養 培養了半年之後 想說在印度那邊要設廠 因為印度那邊畢竟 也算是一個工業國家 所以那邊的機械設備 所有的一些需求量 事實上是有的 他們也打算去拓展 印度那邊的市場 然後他們考察完之後 也訓練完他們決定 就是在印度那邊 當地職業設廠 他是在印度第二大城 新杜里那邊的附近 的一個郊區 然後他說他們準備了 差不多投資了三四千萬 因為他們沒有買這些廠 反正就租了 單純就是積極設備 人力開銷 結果好此不死 因為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他們他們的廠 已經開始陸陸續 已經差不多完成 因為半年左右 就廠戶差不多了 就二零一九年底的時候 剛好就是COVID-19 開始慢慢爆發 一開始他們不覺得 不以為意會覺得 那時候新聞 還沒有被過度的炒 那時候他還每兩個月 都要去印度去考察 來來去飛來飛去這樣子 結果後來一直到二零二零年 因為那個感染力非常的強 到三月份的時候 印度開始封城 封到五月份 全國封城封了兩個月 結果印度因為那時候 一直到現在 他目前還是全世界感染 最高的國家 非常常常 他那時候沒有一毛錢的收入 都完全在投資 完全都是在丟這個薪水 一些廠房 沒有接到任何一個訂單 而且那時候已經在打樣 打算要交給客人 結果後來所有的員工 只要一個感染 全部整個公司 你不能進公司 你只能在家裡 那個機器設備 總是要有人去操作 對不對 你總是要開會 要議題幹嘛 結果完全就是不能動 後來慘的是 但是他們已經接到 已經開始打樣了 已經接到一些訂單 那怎麼辦 那原本當初是打算 從印度工廠直接交貨 因為他的所有的入運 什麼都已經算好了 結果沒辦法 你要從台灣 要臨時找一些加工廠 代工廠去過去 你要繼續算他的海運 其實那時候對他倆 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你既有訂單已經做到了 已經接了 然後你必須要如期交貨給人家 結果整個印度工廠停了 那怎麼辦 趕快從台灣調貨 跟這個廠商去做溝通 那段時間他一個月光 基本的這些開銷 就已經稍微一兩百分 每個月固定 然後還在調這個台灣的廠 然後海運加錢幹嘛的 我的天啊 那非常恐怖 他後來 因為那時候我問他說 那你後來為什麼決定 把印度廠收掉 因為他說印度當地的政策 他看不到未來性 包括當地的人民的健康 包括素質 其實都非常的差 他認為說這個疫情 因為他們都有隨地土壇的一些 衛生習慣非常不好 他認為說如果說 因為疫情是透過口沫 去感染的 如果說他們這樣子的惡習 沒有去改變的話 他只會認為說 當地的疫情會越來越嚴重 不會中期 對 不會像台灣 台灣至少人民素質水準 是非常高的 我們知道該怎麼去防備 是 是 所以這個老實講 大家都沒有估計到這個疫情 對整個事業影響的這個關聯性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剛剛講疫情 其實剛開始我們都買不到口罩 對不對 我記得政府好像 要買口罩還要上網 是 那你當時做老闆 有八十個員工 他們口罩要怎麼辦 想辦法透過關係去找 他就告訴我 你透過什麼關係 就是朋友在做口罩的 我就做機械的 我做什麼 就是想辦法就是想辦法 還有酒精那個都要 因為我們的場所都要噴酒精 對啊 所以口罩那時候 這樣一天一個 其實你一次都要一千個 你要準備個一千個 要不然你就也是要收集健保卡 一個禮拜只能換兩個 自己想辦法去找 你沒有想過會有 當老闆會有這種困擾 沒有想過 因為 就是沒辦法 就是大家都要戴個口罩 而且就說 你沒辦法 你還是要去想 因為員工也沒辦法去 伸出這樣東西 你知道口罩這個事 也有人來拜託我 他拜託的是很大的單 他說 洪雨拜託一下 我們後來有國家隊 有生產口罩 他說他需要五百萬個 五百萬個 五百萬個 四分之一個台灣人 但我老實說我也不認識 可是為了幫朋友忙 因為反正這個就是要生產 我來跟他拜託一下 這樣 那個老闆一口就拒絕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 美國跟他要訂兩億個 兩億個 五百萬你要看小單 看不在眼裡 你口罩當時有沒有困擾 有 然後就還請那個員工出去 去排隊 因為當時藥局都要排超久的 然後就放假給他們去排隊 領口罩 配給的 然後當然也是大家員工 或是同事 大家就多互相幫忙 有關係找關係 沒關係還是要想辦法 然後買口罩 因為我們有中央廚房 也是一樣要狂噴酒精 狂換口罩這樣 對啊 剛剛這個高位說 他後來要 就是太太跟他離婚 怕拖累太太 你有家裡的問題嗎 我家裡的問題比較還好 因為我單身 對 比較沒有那個壓力 對 這樣子喔 是 那這樣陪你還能撐多久 我覺得真的 不是能撐多久 就是危機就要把它變成轉機嗎 你不可以說 現在大家都在賠錢 我這樣賠下去 好像也是合理的 因為就像好 我沒有另外一半 但是當初創業也是家裡長輩支持 那你要有責任感 你要為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所以當然在危機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轉機 然後公司也有真的 我們真的很用心在做 然後真的想了非常多其他的方式 然後就推出比如說一些線上可以 遞出去的服務 比如說像營養師一對一 然後網路上面的餐食的配合啊 等等的 讓整個健康的產業 在線上可以完整起來 那這種服務其實不管今天 疫情還有沒有或是怎麼樣 他其實透過網路線上通訊軟體 他都是可以去發生 你也要利用 時代變化到這裡 要用那個工具 對 那健身教練產的時候 有薪水可以領嗎 我們還是有真的付他們底薪 底薪多少錢大概 底薪他們的底薪都真的滿低的 兩萬四左右 兩萬四就能靠這樣過生活 對 然後我們公司也是真的 幫他們申請 政府其實有一些因應的措施 那這些措施 我們 紓困 對 紓困的措施我們都沒有去 去忽略掉 就是真的公司會幫 有影響到的同事們 都會做這一個金額上面的申請 然後幫助他們 需要提供什麼文件 甚至幫他們跑政府的單位 等等的 這個我們公司內部都有做 了解 對 巴勒聽到這裡 對兩位有建議嗎 還好沒當老闆 這什麼 沒有 但是其實你聽來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做投資做習慣 我們的習慣就是說 如果說狀況不對 我們停損會很快 但是你當老闆幾乎不可能 尤其是有店面的 十二家店 一家一百二十匹的 那都有押金來店 對 這都沒有辦法 不過我會想說 因為其實剛剛其實 從各個老闆們 所提到的來講的話 其實潮流趨勢在改變 包括尤其是線上的這些東西 所以說我相信 你一定很感受得到說 他們在轉這些所謂的 創新的服務的時候來講話 是不是 我們講說停損是一回事 但是你換股操作 換股操作來講 比如說你還需不需要 這麼大的店名 如果是以線上來講的話 當然說我們不是說 一間小小一間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說 不管是一對一的部分 還是線上運動課程 甚至說健身教練 他可以跟 因為這預約制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來講 我是不是還真的需要 這麼大 其實除了員工的費用 薪資費用來講的話 這個應該是最大一條了 那如果說今天 我們在維持原有的風格 但是我們要換到一些 比較精緻的 一樣符合你們 那個店裡面 特色的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 是一個好一個方法 妳有跟房東說嗎 要降房租嗎 有啊 那個疫情一發生 馬上打電話給他 來求他 我說拜託啊 我們真的很辛苦什麼 他就說 可是你虧的是台幣 我在虧美金耶 你覺得我就不辛苦嗎 為什麼要虧美金 因為他可能其他事業體是 可能在國外 那你說你虧美金 你就跟你的房東說嘛 我就很想跟他說 對啊 他就不諒解嘛 所以就這樣子啊 房東都狠狠耶 潘若敵的房東也是啊 他說不可能這樣講